尽端进一步解释 本次赛是许多中继投手在母队的主要角色是先发 缺乏担任牛棚投手所需的经验 这让调度更加困难 此外,由于12强赛在直棒赛季结束后举行 球员组成都是跟各队借来的 实用上也受到更多限制与考量 增加调度上的困难 在2024年世界棒球12强赛的冠军战中 日本对于0比4败给台湾队 不仅无缘连霸 更终结了国际赛27连胜的记录 比赛中,监督景敦红河因为及时混下王牌 投手互相想征的调度决策 成为外界争议焦点 让这场比赛的势力更加引发讨论 比赛进行到第5局上半 互相想征先遭到林家政敲出阳春拳雷达 随后,他被打出一支安打并投出保送 场面紧张刺激 尽管投手教练及建议启程上场安抚 但景敦选择让互相继续留在投手丘 结果,面对台湾队长陈杰宪 他在满球速时投出一颗150公里的内角速球 直接被封成三分炮 将比分扩大至0比4 这是措施换投时机的选择 让景敦承受来自球迷与媒体的猛烈抨击 赛后,景敦红河坦诚 本届比赛对投手的调度是一大挑战 本届赛会就是一场持久战 在赛程安排上 原本以为先发都能撑满6局 但实际上没有办法 而且就算提前换投 中继投手可能也会没有足够的体力应付 接下来的赛事 在预赛勉强撑了过来 景敦进一步解释 本次赛是许多中继投手 在母队的主要角色是先发 缺乏担任牛棚投手所需的经验 这让调度更加困难 此外,由于12强赛在子棒赛季结束后举行 球员组成都是跟各队借来的 实用上也受到更多限制与考量 增加调度上的困难 日本媒体指出 相比澳洲为了指出失愤 不惜派出12名投手于日本车轮战 日本队采去固定先发于中继角色 常常在关键的5、6局陷入调度困难 景敦红河必须得在换与不换做出抉择 而部分球迷则认为监督因更果断处理临场状况 有人批评景敦的保守用人策略 反而影响了比赛结果 尽管此次失利引发广泛讨论 但景敦红河强调 日本队将从中吸取教训 未来会更灵活地应对比赛挑战 吸取再次站上国际舞台 展现武士队的荣耀与实力 大家对日本队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的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刺青也意外成为乐意话题 他双臂的纹身在日本媒体和网友中先起热潮 甚至登上日本社群平台X的热搜榜 日本网友惊叹 这么稚嫩的脸 却有巨大的刺青 反差真的好大 我对棒球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的两只手臂真的让我呆住了 却被他的刺青迷住了 世界12强棒球赛24日冠军战成为焦点之战 中华队以4比0玩风日本 独下队时首作国际赛冠军 不仅打破日本队在国际赛的27连胜记录 还让对手时隔14年再度吞下玩风苦果 这场比赛不仅展现台湾棒球的实力 更让全球棒球界对台湾光勿相看 中华队此意的亮点无疑是先发投手林玉明 他以压倒性的投球压制了日本豪华打线 靠着犀利的诉求与变化球接连三阵对手 让日本队陷入得分慌 更重要的是 他有冷静于专注彻底掌控比赛节奏 让对手无计可思 除了精湛的投球技术 林玉明的刺青也意外成为乐意话题 他双臂的纹身在日本媒体和网友中掀起热潮 甚至登上日本社群平台IX的热搜榜 日本网友惊叹 这么稚嫩的脸 却有巨大的刺青 反差真的好大 我对棒球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的两只手臂真的让我呆住了 却被他的刺青迷住了 比赛结束后 台湾冠军也成为日本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 不少日本网友对台湾的表现赞誉有加 有人感慨 恭喜 打击令人赞叹 这对台湾棒球是好消息 台湾和日本的关系非常友好 所以即使日本输了 我们也会祝贺台湾 像这次这样激动人心的比赛却很少见 打击令人赞叹 还有人说 恭喜台湾优胜 所有支持者的欢呼声令人惊叹 那些哭泣的球员让我很感动 但也感谢日本球员们出色的表现 然而 部分日本球迷则将矛头指向本国球员 特别是赛前放话的陈己良界 他真好言如果输给台湾就转行当投手 但这次输球后 他的言论成为笑柄 网友戏称 陈己可以开始练投了 甚至有人调侃 台湾队成就了陈己的新职业生涯 大谷祥平绝对不会这样说 而大谷祥平在台湾时间凌晨2点 UIG上转发世界12强赛的官方账号贴文 文中照片可见台湾队选手脱貌自尽 上头金色英文字写上恭喜 世界冠军 日本队此前在国际赛场上已保持27连胜 最近一次吞败还是2019年12强赛对美国 而此次被中华队玩封 则是自2009年WBC对韩国以来 时隔5793天再度陷入得分困境 这一结果对于被视为威眠热门的日本队而言无疑是一大打击 日本媒体对这场失利表现出极大不满 日本列大体育报纸已痛失联罢 时隔5793天的屈辱和屈辱玩封作为标题 踢平日本队在关键战役中的表现失常 这场胜利对台湾棒球的意义不仅仅是一次冠军头衔 还象征着台湾在国际棒球舞台上的实力与潜力 中华队也无可挑剔的表现 会台湾棒球赢得了全球瞩目 也让世界重新认识这次亚洲竞旅 大家对12强冠军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比赛进入第七局 中华队迎来全面爆发 开局连续安打加上潘杰凯的保送 让中华队形成满垒局面 张坤宇把握机会 以深远长打清空垒包 一口气打回三分 接着约东华和凌利在天火力 单局狂冠五分将比分扩大至8比2 彻底奠点胜局 2024年第三届世界12强棒球赛 22日迎来复赛第二日焦点战 中华队正面迎战实力强劲的美国队 虽然比赛前半段双方难分高下 但中华队在第七局火力全开 单局豪取五分 最终以8比2击败美国 不仅成功拿下复赛首胜 更终结了自2003年以来 国际赛对美国连败的记录 比赛开局 中华队迅速发动攻势 林立涵陈杰杰线接连敲安 一度攻占一 三壘 然而 双杀打阿杀得分机会 文赖措施先持的点得良机 美国队则在下半局利用两次保送制造压力 但中华队先发投手陈柏青 适时稳住阵脚 以三阵化解危机 第二局 中华队再度展现打线威力 依靠内野安打和穿越安打上雷 但关键时刻 未能突破美国防线 再次遗憾收场 第三局 中华队站上满雷 却被美国队投手 以关键三阵扑灭攻势 双方在比赛出段陷入胶注 第四局 中华队终于敲开僵局 林家政的安打串起攻势 随后张正宇适时长打送回首分 陈诚威的三队安再添一分 比分税先改写为2比0 然而 美国队并未轻易放弃 在下半局抓住中华队防守 失误追回一分 将比分拉近至2比1 第五局 攀帅潘杰凯轰出阳春拳雷打 将分差扩大至3比1 但美国队迅速在下半局 以Kobe Thomas的一发阳春炮回进 再度缩小分差至3比2 双方竞争进入百乐化 比赛进入第七局 中华队迎来全面爆发 开局连续安打 加上潘杰凯的保重 让中华队形成满壘局面 将昆宇把握机会 以深远长打清空壘包 一口气打回3分 接着约东华和林立再添火力 单局狂冠5分 将比分扩大至8比2 彻底奠定胜局 后段比赛 中华队的投手权稳定压制美国打线 林凯威和陈桂宇分别在第七 八局登板 虽有让美国队上壘 但都未失分 第九局吴俊伟接手 虽被敲出两支安打 但最终成功手下胜利 这场胜利对中华队意义重大 不仅是复赛的首场胜利 也终结了自2003年以来 对美国长达21年的不胜记录 让球迷四季大阵 中华队接下来将于 11月23日晚间60对阵地主日本队 这场硬仗对晋级形势至关重要 而最终的决赛安排 仍需等待22日晚间 委内瑞拉队日本 以及23日中午美国队委内瑞拉的比赛结果 残人明朗 在奇迹般的第七局大爆发后 中华队能否延续火热手感 再创佳季 全台球迷拭目以待 大家对12强赛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Vinnoo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的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